大家好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三 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对宏观的货币政策和鲍威尔讲话进行分析 随后对一些热门的标的的一些做空或者是一些机会看一下 欢迎您为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为本频道赞助 那么今天的重点就是加息的情况 我们先看FOMC的声明 说利率水平将基准利率储备余额利率和贴线率上调75个基点 符合市场预期 重申持续加息是合适的 准备适当调整政策 点阵图预计2024年前美联储不会降息 那这个就时间就长了 那么现在是多少 2022年 2022年的9月21号到2024年 所以这个市场存在着一些大型的双向交易的机会 那么整体上虽然看不到那么远 但是想要走强劲牛市这个概率很显然已经在降低了 那么利率水平加息75个基点 这个是符合我们所有人的预期 他没有过于的去猛烈的加息 那啥意思 为后续再次猛烈的加息留出空间 好我们继续看 经济预期 各项指标显示支出和生产温和增长 预计2022年美国经济增长0.2% 那这个呢 我们说经济总量等于数量乘以价格 那么数量呢 应该是微微的降低一些哈 或者是假设他持平吧 那么通胀呢 处在相对于去年较高的一个通胀位置的话 那么全年通过滞胀啊 来维持一定的微增长 或者是微衰退啊 是有可能的 对吧 但这个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经济状况啊 好 通胀预期 俄乌冲突对通胀造成额外的上行压力 是吗 不是吧 根本上还是原有货币政策的后遗症啊 那么俄乌冲突呢 只是一个算是额外的吧 他毕竟加了额外的这三个字啊 如果不加上额外的 那就那就那就那什么啊 那就说啊 就完全甩锅到外边了啊 那实际上啊 他知道的啊 这个是额外的 这句话算他说对了 就业市场 哎 大家再看看哈 这个通胀疫区这边 那么台海这边和平啊 我说啊 中国对于维护世界的这个通胀啊 维持较低的水平是有贡献的 没错吧 中国这边应该不会哈 出现一些重大的一些问题啊 好 就业市场 就业增长强劲 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 嗯啊 他这个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啊 有啊 在美国的这个网友说啊 有可能是一部分人啊 一直在拿那个救济金啊 那么一直没去找工作啊 所以比较稳定啊 那么后续拿不到了 再去就业啊 或者说这个呃 就业的岗位啊 不符合啊 这个失业者的一个预期啊 所以呢应该会有一些结构性的失业的问题啊 但整体失业率的表现还可以哈 那这个呢 对于加息的呃 对进一步加息是一个支撑 嗯 投票比例 委员们啊 一致同意此次的利率决定啊 必然要同意 那么美国呢 整体呃 这个金融或者货币政策进入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关口 那么他维持长时间啊 连续三次75个基点的大幅加息啊 就表明啊 这个关口还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啊 历史性意义的啊 好 我们看一下鲍威尔发布会的几条要点 利率路径 正在将政策调整到足够限制经济增长的水平 加息速度取决于未来的数据 历史经验提示不要过早降息 年内或在加息100到125个基点 这有四个四四句话 正在将调啊 政策调整到足够限制经济增长的水平 什么意思 经济不能再增长了 我们要开始限制经济增长 也就是限制CPI嘛 限制这个滞胀的水平 那么未来怎么加息 还要再看未来的数据 那未来数据如果还是下不来 这表明什么 这表明啊 这个美国人民可能要承担相当一部分此轮通胀的一个压力 对吧 呃 那么加息呢 效果不好的话就这样啊 历史经验提示不要过早降息 历史什么经验 你加息这么大的点数 呃 那历史上 也仅有几次哈 所以呢 这应该算是一个历史性的加息 对吧 嗯 就是呃 比较比较比较严厉的加息 属于啊 年内或在加息100到 185 那么现在是9月下旬 10月 11月 12月 那么11月份中间还有中期选举这样的政治事件啊 包括外在的一个冲突还在升级 那么今年整体一个风险 就是资本市上的风险性还是比较大的哈 因此呢 看强劲牛市的概率再次降低了 所以对于空头来说可能会有一些机会 那么对于短期多头也应该会有一些机会哈 因为我们发现在熊市中波动还是非常大的哈 所以大家也不要完全的气馁 那么关于通胀的控制 坚决致力于降低通胀 嗯 这个意志力还是要有哈 如果你不能降低通胀的话 那么美国的经济后续 这个危机呢 将会非常的严重哈 说物价稳定是经济的基石 没错 通胀风险偏向上行 就是风险还会越来越大的意思吗 那么今天21号再说这句话 说明通胀风险偏向上行吗 那么后续还要高通胀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 呃 这个 就是意思 就是刚才说的哈 美国人民要承担相当一部分通胀的压力啊 包括啊 欧盟 那么通胀预期似乎得到很好控制 似乎这俩子有必要加吗 应该是没有得到特别好的控制啊 啊 但是通胀的预期啊 好像啊 在管着似的啊 但是我们需要看啊 这个下个月啊 就本月的CPI的表现啊 我们再评估啊 这个这句话的意思 经济评估 在实现软着陆的同时 恢复物价稳定是一项挑战 但不消除通胀会更加痛苦 那么前半句话 实现经济的软着陆 按的 恢复物价稳定 是一项挑战啊 什么意思 难 他比较含蓄哈 恢复物价稳定是他的核心目标吧 他的不一定能达成啊 然后 如果你达成的话 所谓不一定能达成呢 才会造成很大的挑战吧 很大的压力 那么 与此同时 你要再想实践经济的软着陆啊 这个概率呢 就降低很多了哈 所以美国可能会面临新的一轮的经济危机 或者叫金融危机啊 但不消除通胀会更加痛苦 谁痛苦谁知道哈 所以比较抗通胀的国家呢 会比较舒服哈 这一轮的加息周期 那最舒服的理论上应该是俄罗斯哈 因为他是脱离啊 没金融体系啊 没有收割到他收割不到啊 包括人民币还在贬值对吧 都被收割到了啊 但是卢布啊 就特例啊 收不到 好吧 但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啊 所以这个没有绝对的好的事啊 没有绝对的好事 就业状况 说工资增长加快 就业市场继续失衡 就业增长势头强劲 工期状况会变好 那整体市役率水平 应该是结构性的失衡 工资增长加快 应该还是量化宽松导致的加 就是加工资啊 就是呃 觉得这个 原有原有的这个企业吧 这个哎 发现啊 这个联合宽松的环境啊 成长性非常不错 于是就给员工 涨工资 招更多的人 或者说啊 这个很多人 就拿救济金 不去干活 那就导致企业家 或者老板 不得不给现有员工 加工资啊 所以工资增长加快哈 但呢 这个是吧 双刃金哈 你加快的话 那后续紧缩的周期 你就麻烦了哈 你必须得又要开始裁员了 是吧 才才或者是呃 开出一部分 然后换一部分 更低工资的人进来啊 所以这就是经济危机的一种表现啊 作表计划 预期 预计短期内不会考虑出售住房 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就美联储啊 他不会卖出这个MBS 什么意思 他不卖出 不卖出的话 他就是持有证券者 那么钱还在外边 那对于住房啊 对房地产行业来说 还得涨 什么意思 住房啊 就是房地产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在中短期内啊 就一两年内吧 可能也要承担 抗通胀的 或者说啊 稀释通胀的一个 这个叫资金池吧 或者叫注水池吧 就是让他来帮忙 缓解一下 那最后还不是老百姓来买单吗 所以啊 对房地产市场 应该还会存在一部分的 这个牛市的默契 就是还要继续涨一涨 包括租金啊 好 这就是核心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看两条评论 说美联储主席 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将继续加息 直到有信心完成 将通胀降至2%的任务 这可能会给就业市场带来痛苦 一个分析师表示 如果美联储2023年的失业率预测 达到4.4% 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将意味着新增123.5万人的失业 当考虑到降低通胀所付出的代价时 至少会多出100多万人的失业啊 他是分析了一下失业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就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没有说美国将陷入经济衰退 但美联储预计明年失业率将上升 0.6个百分点到4.4% 历史上在失业率这样上涨的情况下 美国从未避免过衰退 美联储是在含蓄承认经济衰退不可避免 那么刚才那个前面不是说 全年的GDP增长是0.2% 那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滞胀的情况下 的一个病态的一个增长 那么通过滞胀的一个维持 实际上去除物价的因素 就实际GDP的话 那其实是衰退 好这就是今天的一个要点 那么今天的博弈符合我的预期 符合我们的预期 我呢对当前全球的一个局面啊 包括主要是在从金融的角度来看 流入美股的资金量呢 信心呢 流入美国的资金量可能是在增长 但是呢 没有大量的流入到美股 才会产生这样的不断偏雄的一种状态 否则的话早就拖住事了哈 也就说明 大资本家们或者是大机构们 他们的资金啊来到美国之后呢 或者是部分的来到了美国之后呢 他没有选择这种风险资产 没有去脱市 那他背后的深层次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演变 或者说美国的现有的治理体系正在变得衰弱哈 那么资本们嗅到了这一点 他们不愿意去脱美国的股市哈 那有可能先存到银行利器里 或者是投一投房子这个炒炒房去了 对吧 买一些围绕房地产的东西 做一个尾市啊 或者是做一些空头 或者是进入到一些稳健的发展中国家啊 新兴国家去做投资哈 就没有完全来这啊 另外一部分国际资本呢 实际上他也要解决局部的一些 或者叫地区的一些问题 他才没有完全流入到美国啊 比如说欧盟啊 这个经济体 他实际上面临着较大的能源危机 还有一个呃通胀对吧 那么他的通胀呢 有需要大量的资金来留住这些 就通过政策层面吧 留住这些资本啊 不能都跑掉啊 所以最近大家可以感受到啊 在制造业层面 中国美国和德国 他们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 对吧 那么每一轮面临啊 这样的治理体系出现重大 转折的时候呢 都会啊 重新分配全国的利益 全球的利益 对吧 所以此论啊 呃 美国并不是十分受益啊 他呢 也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来 好 其实做做龙头啊 做老大确实不容易啊 那么今天的标破牌指数呢 就给出了这样的答 并没有在这指低哈 那尽管刚才那个 基本面的分析有点玄乎哈 我们就听听就罢了啊 在技术面上呢 我们还是以技术面为 更精准的表达啊 技术面并没有给出指跌阳线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将向下看 到这个支撑区 再去看他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情况 那对于多头来说 是否应该等待右侧点位呢 答案是是的 那么今天啊 在呃 这个 fmc发布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文件 包括鲍威尔讲话的过程中呢 都是反反复复啊 那么在鲍威尔讲话之前呢 市场是先跌了一下啊 那么在讲话的过程中呢 传递出了一些小鹰 这个小鸽派的一种感觉啊 拉伸了一丢丢 随后呢 其实后续人家还是要加息啊 然后继续往下砸 那整体呢 应该还是要维持美元的现有体系 对美国会更重要一些啊 所以美股呢 暂时呢 就要走熊市了啊 至于啊 是直勾勾的往下砸 还是怎么走 反正就是熊市啊 不是牛市就可以了 对吧 好 这个图呢 应该继续往下看啊 看到支撑区 届时呢 短欠小空头呢 要注意支撑区的一个表现啊 我们明天有可能啊 会要看到这样的一个 呃表现啊 在下方支撑区的一个反弹 那么今天的纳斯达克 呃 收盘的时候是下跌了百分之1.88 那么下方的支撑区呢 也是多个哈 那么一旦跌破支撑区 我们就要看历史上 左侧的一些支撑的点位了 对吧 哎 现在还没有跌破 也不能说一定会跌破哈 我们技术交易者还是很谨慎的 就是说他没跌破支撑区之前 你不能假设他已经跌破下去了啊 所以届时呢 我们技术交易者就会觉得啊 超呃 短欠范围内要看 先看一些反弹 是吧 哎 发现谈谈谈谈谈不动 谈了几次谈不上去 那就只剩继续放下空了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直勾勾的下行的一个情况 好吧 那么其实今天再次加息75个基点 其实挺严重的啊 就说明啊 美元霸钱的维系 就是想维持它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啊 对他来说 他必须得强硬的加息哈 所以后续是加100个还是125个 在今年都不好说 那些都不是固定的东西 好吗 我们啊 继续再看后续 好 这就是大盘的表现 那么今天的原油呢 原油呢 原油呢 先涨了一下又下来了 这个原油啊 大家一定要不要做长线哈 我看有些网友说要做多了 那你应该按照日内短线的思路去做 我们从没有让你做长线波段啊 哪怕你时候看到这是一个空头 但在过程中是非常多的事件在干扰它 包括这个那个的是吧 那么啊 那么昨天还是今天 就这两天吧 俄罗斯这边有单方面的更进一步的动作哈 那我相信呃 违约也会有啊 那对于这个来说 是很复杂的啊 所以不要做长线 那么对于四小时出来说呢 我们做节目啊 这个盘前的时候是看涨 但是呢 他没有涨上去 就跌回来哈 这是一个局部的震荡 我们啊 在技术 对于技术交易者来说 判断失误的时候 就赶紧跑 他为什么没有 就你比如说这下跌趋势 突破回踩止跌 没为什么没有止跌 往上继续走呢 那没有 这是概率啊 大部分时候会继续往上测 测上面这个横向阻力拘损 他在没测 你就得跑 不符合预期 是吧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等待 指跌扬线 才能继续看一个反弹都 说他为什么会这样 你甭管为什么 技术交易者没什么 为什么 说他万一谈不上去 再往下跌呢 也有可能 打压通胀嘛 加息嘛 呃 我相信华尔街还是会努力的盘弄下来啊 华尔街是一个角度啊 那么美国的石油集团 就是另外一个角度 他们俩彼此也在这个图上进行博弈啊 再加上欧拜克的成员 是吧 对吧 中国这边其实也无所谓啊 到底长二爹 他也说不准啊 为什么呢 他很为难啊 这个好吧 好 这个这就是这样啊 这个图 大家一定要注意 咱们做的是日内短线 方向错了 赶紧跑 是吧 万一他这横盘一下 再往下跌呢 就麻烦了啊 或者指着再往上谈呢 也是有可能 因为他是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横盘了啊 那么事后咱们再看 现在这个是局部的横盘状态 是不 横盘状态是我们最讨厌的一种状态 他没有走 往上走啊 我们看一下天然气 天然气今天反倒涨了1.12% 那对他来说 今天也是非常复杂的一根日线啊 下跌又拉上去哈 全天收涨了1.12% 那么后续呢 有往上上走啊 但是呢 我们应该再观察一下 因为今天这一根K线还不够啊 还要再看一下 下方MAC还是一个死刹的状态 有可能继续往下跌一跌 也有可能横盘一下 再看一下啊 不要急 这个图 Winter is coming啊 对天然气是利好 但是那个原油还有一个业务面啊 什么呢 就是全球进入经济衰退的话 那么工业领域可能需求量不大啊 那对于原油是一个利空啊 对吧 所以原油还是比较复杂的 但天然气呢 也有利空的因素啊 但是取暖的需求可能更多一些啊 天然气 是吧 嗯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这个这个图也是很复杂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看K线就可以了 嗯 好 今天的美元呢 再次创新高啊 那么今天盘前创新高 今天啊 收盘又创新高啊 现在几乎接近收盘 那么上涨到111.6啊 什么意思 保美元啊 我认为当务之急在当前即将出现经济衰退的一个周期里啊 未来5到10年里 保住美元是有利的 利大于弊啊 保住美元是对全球经济有利的 对吧 嗯 为什么 因为都乱了 那就太混乱了啊 势必会非常的不好 对全世界人民都不是太好啊 必须得稳住一个核心的东西 才能好啊 那么货币就是核心 继续涨吧 好 我们看一些重要的标的 我们先看一些做空的东西啊 做空指数吧 ETF啊 那对于FNGD来说 他这个第五浪没有完全结束 明天呢 应该继续往上走 走 对吧 我们刚才说大盘还在往下跌吧 那这个做空的时候继续往上涨 是吧 那么这一波我们应该还是做对的哈 只不过啊 今天是个数据日 数据日 我还是比较谨慎 不希望大家这个过多的参与哈 但最终 它还是符合了我们的一个预期 是吧 那有网友说啊 先这个大盘应该先涨一下 明天再跌 那其实他在今天日内完成了这样一个波动啊 先涨了一下 然后再暴跌 你可以看到现在还在暴跌哈 好 那对于sqqq来说 今天也是上涨啊 那估计呢 我们应该把这个第五浪的一个趋势线调一调 那接下来呢 确实应该在阻力区要产生一定的停顿 也就是说我们的大盘要在支撑区啊 有一定的停顿啊 这也是符合我们的技术理论 12345 对吧 好 这个图非常的漂亮 好 我们看一下房地产行业的做空指数 刚才我们说房地产也要承担啊 一部分啊 呃 通胀的一些压力啊 也就是说继续涨 继续走牛市啊 这房地产的价格是继续牛市 也就是人老百姓的这个支出成本再增加啊 但对这个做空指数来说 跟那基本面我也不大懂啊 完成这个图呢 继续走五浪呢 是吧 我们是让低防五浪 但今天没有跌破啊 我们画了一个趋势线吧 五浪没跌破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应该往上看这个阻力区 和我们的大盘保持一致 去看第五浪的一个测试情况 对吧 好 这是第 第二V UVXY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UVXY呢 估计要涨啊 看这个样子 拉升回落 拉升回落 拉升停顿 拉升 那接下来一个阻力区呢 其实当前就算是啊 我们再画一个 那有网友还做这个图呢 我是觉得这图不像刚才那两个图好看啊 是吧 有可能继续往上走 那多头呢 应该画一个局部的小趋势线去跟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好 我们看一下 呃 看一下这个几辆汽车哈 明天盘检 我们继续多分析一下股票 因为今天说消息面比较多啊 那么特斯拉终于下跌了啊 终于跌了 这第五浪终于有空头的技巧啊 所以多疼你 这个技术交易者肯定高兴了啊 比如我 我也看基本面啊 在技术面呢 你看 是吧 是不是阻力区的越多 这个多头 心理压力大呀 他肯定适当的做了一些仓位上的减仓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来着 可以适当减仓 那么跌破红线的话 你不得不检藏 对吧 红色趋势线 是吧 特斯拉是不是出现这种迹象 他一定会跌下吗 现在还没跌到红线下边啊 所以 你现在还可以再思考思考 你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是吧 也不要完全听我的 去看看其他的人怎么说的啊 自己怎么 自己究竟怎么想的 别一直拿着啊 就也不一定啊 反正不跌破的话 没准还再走一下 对吧 我们还是要有底线的思维啊 好 那中概股的几支 有网友让我分析 呃 大家觉得有必要吗 我是觉得我们可以看一个 呃 找不到 看一个 你看这个三辆汽车 看看未来汽车 未来汽车又跌下来了 多什么要注意了 拜拜啊 少做啊 突破失败了 那么下跌去线 突破突破失败 需要更多的阳线拉升上去才行 突破失败了 意味着此次建仓失败 应该做减仓 至少要做减仓 或者跑掉 所以中概股会怎么样 这太复杂了 还是没关系 其实中国是愿意和平 友好的相处哈 哪怕各个领域各个产业都被美国制裁 是吧 不愿意跟中国贸易往来 不愿意分享 呃 就也不叫分享吧 就贸易往来吧 你卖产品我们用吗 是吧 或者我卖产品你们用吗 或者减少 所谓的趋近于脱钩哈 但我是觉得中国这边没有那个意图去做这个方面的事啊 只有美国啊 那我也能理解美国的一个想法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面临着战略性收缩的一个大趋势 他不得不保住自己的一部分核心的东西 大家觉得呢 所以可以理解 那对这个中概股来说 大家要注意哈 这个风险 好吗 好 理想汽车我们看一眼 嗯 不行啊 空头 我们一直都没让他朝底啊 没有吧 空头趋势线 小风汽车更完蛋哈 今天暴低 好吧 那昨天是有冒上线 昨天是那根阳线是吧 那么今天回踩了 回踩更低了 那怎么办 下期设计练继续有效 是吧 符合我们的技术原理吧 创立更低的低点 调整趋势线 等待新的一轮 那早呢 甭想了 如果美股进入到系统性熊市 你觉得其他股票能好吗 是吧 不光中概国 那美国好多好多股票早都走出 包括木头姐 早都走出那样的一个悲惨的行情来了 对吧 好 我们今天先说这么些 明天盘前 我们将分析更多的股票哈 明天盘前再见 拜拜